我们接下去的这条 这个高架呢 叫做仙岳高架 然后仙岳高架 这两边 这一边这一边 是sm购物 一个购物床厂 叫sm购物广场 前段时间好像是在这边吧 sm这边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过人行横道 过人行横叫推着走 就是下车推着走 那我觉得很刺激 厦门的推着走 你慢行就可以了 下车推着走 叫别人那些底层老板性 亲和以看了 本来骑电动车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你这样让人家推着走 所以说我对这些很气愤 你可以减速慢行 但是你没必要叫人家推着走 不推你还要罚你的钱 下一站是白果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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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公交车呢 是属于电动公交车 电动公交车 这是电动汽车 就是这种绿排的绿排的电动汽车 挺能扛的 挺能跑的 上次跟一个司机说过 一个司机那个咨询过 他说好像可以跑三四百公里 还是五百公里吧 就来回几趟 然后再去充电 下一站是中医院 中医院分院站 中医院分院站 说到医院呢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哎呀 我坐正义 因为我是斜着坐 所以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以后 就是说在未来吧 就是说从今年开始 在未来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呢 肯定会渐渐的老去 以后肯定是靠近 靠近医院的地方 房价会贵 大家不会再去继续追求 就是学租房 学区房 而是医疗房 医疗房 就是你住在我这边 我给你提供一个很完善的医疗体系制度 只要你买房 在我这边买房 它附带的条件就是 以前是把房子 医疗 那个教育 教育的那个 教育的 附加条件 附加在房子上面 现在 渐渐的会用 我感觉渐渐的是会用 那个淘汰这个 不是淘汰 就是渐渐的削弱 叫做削弱这个教育 在那个房子上面的比重 是渐渐的削弱 因为出生人口会逐年的降低 逐年的降低的话 你只有买在医疗 那个医院旁边的 医院旁边的房子 才能更快的去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 那为什么那个 教育的比重会 教育 教育附加值的比重会降低的 是因为 人口啊 你看 人口是越来越少 书包 书包 教育的 就是说教育的人口越来越低 那就会导致城镇里面的 城镇里面的市区 城镇里面的那个教育资源 叫学校会并校 学校 就是人口不够多嘛 那学校必然会并校 比如说两个学校并为一个学校 两个学校并为一个学校 两个学校并为一个学校 然后这个比重 比重就会降低 比重降低了以后 因为我们 这一代80后90后的 就是人口出生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比重降低了以后 就是要买的房子 肯定要买在医院旁边的 医院 因为 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是迟早的事情 或者说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所以说我看好 以我的眼光 我是看好以后的 在医疗 医院边上的房子 以前我是绝对不会买医院边上的房子 因为我觉得会钱 我不会考虑 即使有钱 我也不会考虑去 因为我会去 动不动去医院 动不动去医院 而且医院里面的空气 在我的印象中 空气不是太好 它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房子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想法就不一样 以后肯定房子 医生这方面的 新知会再一步的提高 上面的是 那个山海健康步道 刚刚走过去的 山海健康 就是健康步道 厦门的绿瓦还是非常好的 路边花花草草做得非常好 所以厦门好像又被称花园中的城市 而我就处于这个城市里面 往高崎机场 往高崎机场方向 下一站是祥远山路 山路口 祥远山路口 就是快出岛了 出岛了那个方向 这种大车啊 那种大车 是不能 好像是不能进市区的 能在上面跑 但是不能进市区 其实就在规定的时间内 这种像这种大车 在规定的时间内 是进不了市区的 几美大桥 请减速进行 几美大桥 等一下我们要上几美大桥 这这段路就修得非常好 你看非常平 这种土方车 这种土方车 如果在好像是在市区里面是不能跑的 就是说 有些路段是不能跑的 这边有一个泰谷生活区 就是在我这边 在这边 泰谷好像是那个可口可乐的 那个 可口可乐的 泰谷可口可乐吧 基地 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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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边呢 这边好像是在修地铁 这个回起来的 在修地铁 如果要進行中,請您坐好,坐稿 下一站,帶油漾,請下車禮物,提前坐好 你看,江山是人名的,人名就是江山 下一站,帶聊站 江山是人名的嗎 下面的那個電動車,電動汽車的還是比較多的 因為他也適合 電動汽車,因為他也適合那個電動汽車的運行條件 他廈門呢,比較好的地方就是,熱的時候還算不是非常冷 冷的時候,更別說了,就沒有冷的時候 一年四季,一年四季都在零上以上 怎麼又冷的時候了 一年四季就不會有下雪的時候 沒有下雪這一說 但是他,對比 他還沒有下雪了 謝謝 來,請坐稿 發生一點小禮物 滑衣 步驟 què ?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说到了 厦门气候条件特别的好 夏天不会太冷 冬天就没有冷的时候 相对而言 北方是属于干冷状态 干冷 南方是属于私冷 你亮出去的东西还丝哒哒的 私冷 什么叫私冷呢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安静听 就是你下雨天 然后你穿着衣服 衣服把雨水把你的衣服打湿了 然后你就穿着这湿漉漉的那个感觉 叫做私冷 然后风不是很冷 凉风一阵一阵的吹 就这样子这种感觉叫做私冷 下一站呢 是 T4后继楼 T4后继楼 厦门岛内有T3和T4 其实两个之间离的并不是很远 就是一两公里吧 一两公里 两公里之类的 T3和T4 后继楼 应该说好多那个好多出国的都是在厦门来转机的 所以说厦门的运营的这个航空业我还感觉还还不错 都是来转机的 然后厦门岛内呢 也规 厦门呢 市政府也规划了 规划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属于厦门的私民区 私民就是岛内 大家所说的岛内就是属于私民区和湖里区 湖边的湖里区 所说的岛内就是市民区 湖里 普遍的湖里区 这两样 然后岛外呢 有好几个区 有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有同安区 海昌区 杏林区 那个 祥安区 好 还有什么区啊 同安 同安区 不是 同安区 海昌区 杏林区 祥安区 好像还 我忘了 差不多这个几个区 还有什么区 极美 哦 极美 还有一个极美区 这么处于极美区 我说什么 把什么给忘了 还有一个极美区 极美区可是发展最好的 岛外发展最好的极美区 说回来 关于机场 就是在祥安区呢 已经开始建工了 就是建那个祥安国际机场 就是想分流一点 分流一点那个机场的业务 业务量 因为发展挺好的 就是分流一点 扩充 应该是扩容 扩容 应该是说是扩容 扩容那个航空业务 随着站已经规划了一块地 我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去过那边 都在开工建设 下一站呢 属于加根体育馆 加根体育馆就是在岛外呢 现在要从岛内到岛外